全臺疫情多點爆發 就連孩童也深陷染疫風險 面對居家隔離問題 臺北市教育局二十四號 針對零到十二歲的小孩 推出家長陪同照顧方案 其中零到六歲的幼童 必須由一位家長陪同居隔 代表家長和學生都會收到居隔通知書 至於六到十二歲的學童 則有兩個方案 家長可以選擇由其中一人陪同 或是在家照護不接觸 也就是說如果家裡有一人一室 讓學生自己在房間隔離 家長就可以輪流陪伴 外出也不會受到限制 大六到十二歲的小孩 真的有辦法做到在獨立空間 不接觸自己隔離嗎 小學二年級八歲 那平常的生活都可以自理 可是這個年紀 其實還是需要有人陪伴 可能要比如說要定時吃藥 或者是用餐的時候 你拿給他 可是你還是這樣 還是容易會跟他有接觸 所以可能要到完全不接觸的話 還是有他實行上的困難 擔心孩子自己會怕寧可選擇陪同居隔 這也讓家長面臨請假難題 臺北市長柯文哲坦言 這就是為什麼他只宣布 讓國高中先停課的原因 只不過國高中停課也讓部分學校附屬幼稚園強迫跟進 但自行停課讓家長們必須在家照顧小孩 若是雙薪家庭無法拿到相關證明 更沒有辦法向公司申請在家上班 疫情打亂生活日常 政府若沒擬定好配套措施 民眾權益又怎能獲得保障 華爾新聞告訴我張道勇 台北報導